看 今天这个地方还有武师比赛 而且还是世界级的 2024世界华人狮王争霸赛 简直是太酷了 说到这个武师啊 绝对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它的历史呢是非常的悠久 早在汉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早期都是宫廷里面的表演 皇家才能看到的艺术 后来这武师呢不断地发展演变 才逐渐从宫廷走到了民间 如今啊就像各种的大型赛事开幕 大型公司企业商召开业 以及各种庆典活动都要武师子 南京人对武师子也是非常的热爱 其中的代表就是我们的江浦首诗和盘城武师 之前耳冰火的时候 我们的江浦首诗舞都跳到了中央大街 今天在河西金英一楼 我们看到的这种武师比赛 是南京市体育局举办的2024年 世界华人狮王争霸赛 非常精彩 今天来逛商场的人都很幸运 不过今天没有看到比赛的朋友也不要遗憾 因为明天还有更加精彩 时间是明天早上的8点半开始 地点是在南京书几庙的天下文书广场 明天的比赛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 全天都可以看 千万不要错过了 这武师啊又分男师和北师 动作上呢 北师讲究的是灵活 男师则注重的是威猛 北师所用的表演器材多种多样 而男师用的则是立装悲装等特色器具 那你们知道为什么不论南北 大家都那么喜欢看武师表演吗 因为他把两样东西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那就是力量和艺术 力量和艺术又象征着勇气和祥瑞 所以我们都喜欢 记得李年杰演过一部电影 叫《黄飞红之师王争霸》 拍的就是武师比赛的场景 看得让所有人真的是热血沸腾 像这种传统的文化记忆表演的一种比赛 既热闹又好看 给我们南京的市民带来了丰富的精神食量 所以多多益善 感谢观看